哈啦 欢迎回到今天星期天了 好啦 今天讲这几个吧 然后从SRP开始说 然后后面可能我会唱一首歌给大家听一听 好久没有唱歌了 然后不好听的请你们把我删掉 第一个讲SRP吧 SRP这一波可能会走一个鲨鱼 然后现在在这个C点下来回踩这个曲线阻力 我觉得下一波应该会下来的 所以最安全就是等待这个D点完成 我们再考虑一把去接进去 不要直接挂单 我们可以设一个警报 好像如果到了六五左右这里 你可以说SRP 不懂什么鬼 什么信任票 什么鸟的 OK 他来到这里还会弹出一个警报在你的APP上 然后你再进去看 市场对于反转区有反应的话 我们再考虑一把去进场SRP OK 这个是SRP 比特币也是一样 就从顶部开始跌了 然后现在任何的拉回到阻力 我觉得还是会被砸下去的 真正好抄底的机会 我认为是4小时的支撑 所以我们要看36,000以下才是有优势的脚尾 要空空在高尾 要多多在低尾 然后在中间没有优势什么都别做 去送外卖就好了 OK 所以上去可以跟它砸下来 下来可以跟它买上去 所以在中间的时候什么别做 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操作方式 OK 最重要是守着你的本 这个比任何事更重要 可以以太坊一样 要空一模一样 要空在顶部空跟它砸下来 要多在下面接多可能2400以下 所以我的思路很清晰就是这样而已 现在目前只有一单 我的手上只有一个人 其他都没有了 OK OK 然后 CHZ OK 这个 这个拉盘了 挺好的 拉盘可能要差不多给我们炸下去 看一下 好久没有玩CHZ OK 这个拉上去了 看有没有形态 现在两个潜在反转区 一个是这个区域 第二个是这个区 这两个区域都是我觉得可以考虑去做空的 Level OK 这里完成了一个鲨鱼形态 CHZ OK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也是那个4小时的那个RSI 就是RSI BAM的也有一点爆震量的感觉 所以这个区域我蛮喜欢的 所以等下4个小时吧 看它从这个反转区走出来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进场去做空 这个是CHZ OK ETC ETC也是不错 ETC看起来会下来完成形态 我们再考虑的话去接多 OK ETC有一个潜在鲨鱼 跟那个SRP很想的 所以它等它回来24以下 我们可以考虑去接这个SRP的 没有 这个ETC的多单 等它炸下来 OK ANC Anchor Protocol 听说这个很厉害很厉害 每个都很厉害 这个在Anchor 真的 飞到很厉害 这个跟LUNA好像有关系的是吗 这个之前我看了就是它是唯一几个逆趋势的 然后 当时我说就是如果有回来我们接多 一直没有回来就无法去接嘛 对 然后它也没有多少数据 所以这个我分析过的 没有数据的图表 你们给我看不了东西的 所以浪费大家的时间 OK 来看一下蚂蚁 OK蚂蚁 蚂蚁也是可能会走一个SARI 在拉盘 需要一点时间 OK蚂蚁可能回到4块钱才会拉盘 4块钱这里有一个SARI 形态 所以耐心等待一下 真的回到这边二探这个底部 假突破回来 哎呦这个level就好了 4块钱 是一个警罢关注一下 再4块钱 如果有下来的话 对了忘记讲那个人 OK我们昨天一起做人嘛 然后差不多四毛钱空了 现在三五了 挺不错了 应该百分之十多十了 昨天讲的人 所以还是一样 我还拿着我的空单不理了 直到它来在RSI超卖 我再考虑部分之一 现在在中间什么都不理了 应该还会继续的跌了 OKAR 很多AR AR AR这一波是来到这个趋势线阻力 然后加突破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两天也是 来到这个阻力如果无法突破 可能又要被炸下来了 要抄底的话 耐心等待吧 可能它会二探这个打仗那一天的那个底部 再看会不会从这边反弹 可能23块4左右 可以看这个level能不能hold住 可以暂时不高也不低 如果回踩那个曲线阻力的话 我觉得看空比较安全 最后几个看了黄金纳指原油美元 可以黄金 可以黄金打大牛了 可以这里可能去1618已经突破了 下一个level很有可能会去到198左右 这里可能会有反应 这个是一个大的那个什么1902螃蟹 所以不要急着空 我不懂打仗每次黄金都会飞崩的 然后很多人会排在2000块 我在猜市场会不会到达1990左右 就上不去了 然后开始来一波调整 调整我也不要说崩盘吧 来一波三八的调整应该是挺健康的 所以我们关注一下黄金的走势 看一下这个1990的这个level 到底市场会不会有反应 来看纳指 纳指我不知道到底下打仗打的怎么样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level 就是13700这个支撑很关键 真的打破的话他会 他会再次回去测试这个打仗的底部 这个level如果能hold住他甚至会反弹 如果这个level不能hold住的话 回去测试这个打仗的底部 再来一波反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看这两个level吧 13700跟13000左右 这两个level 原油 原油也是很强 跟黄金一样 全部的商品都飞了 什么铜啊 金啊 银啊 什么鬼都飞了 所以不要跟趋势作对战士 要么你就等他回踩一些支撑接多 然后 做空的话一定要有形态 如果形态失败了 就不理了 现在原油好像没有形态 上次我说的 这一波可能去到 那个 周线好了 周线大鲨鱼了 但看起来有点可怕 应该会打破 现在去到 最多给他去到127吧 这里是X A B 这里是C 鲨鱼三个反转区码 886破了 1.0破了 所以看一下127吧 来到这里我们再看有没有反应 可能到这里 那个打仗真的打完了呢 那我们可以空云溜一波 可能走一个50再继续的拉盘 然后美元是DXY 美元最近怎么样了 美元挺强的 美元这个支撑测试一次两次开始飞了 然后 我不知道看起来就是挺挺糟糕的 那个3月份 这个是周线 所以 可能很多人看了没有感觉 先看这个吧 美元应该还会继续的拉盘 然后 应该拉到这里应该不难的 所以不要去空美元 他应该还会继续的拉盘 可以拉到102左右这里就要小心 102这里一个日线的处理 来到这里可能会调整下来 如果要接多的话 你希望他有回踩 那个日线的支撑 可能912我们再靠625去接 所以这两个就是最关键的level了 OK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了 然后很久没有唱歌了 今天唱一首陈奕迅的歌 电影叫后来的我们 然后里面有一个插曲叫我们 挺好听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听我们 就写一些我们的故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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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